保持正念 时刻保持正念 就能产生正智慧 无我的慈悲就是正慈悲 为众生想出来的方法 就是正智慧 带着私心的那就叫聪明 学佛人要懂得正信正念 才能让你有真正利益众生的强大力量 慈悲加上智慧 叫卑智双运 慈悲的心 智慧的思维 你就能时刻自尽其意 保持正念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看见别人很可怜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帮他 这就是只有慈悲 但没有智慧 今天你有很多的点子 而没有慈悲 你就只是帮助他赚一点钱 没有慈悲心 光有慈悲 没有智慧 那就是不懂妙法 没有妙法 救人怎么救 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 你看到他很可怜 想下去救他 你又不知道如何救 这就需要 这就需要悲至双运的力量 我们伟大的温世音菩萨 我们一定要学习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般若智慧 看看我们修心 很多事情我们能做到善良 但那不是纯善 那也不算真羞 因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在于要有恒心 那才叫纯善 行善积德 自古有 纯善大德 很少有 恒心行善 便纯善 恒常有德 便大德 修心 不是靠一个冲净 学佛 不是靠一个精进 没有恒常 做你的中流砥柱 你经也念不好 佛 也修不成 恒心 最重要 无痕 哪来成 真羞的人 必须要有恒心 修心 实际上就是 一个人 人生的转折点 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要学会 转恶成善 转染 为净 转食 成智 人间是非 难判定 唯有羞耻 心能定 你争我夺 不能静 烦心 闹心 没有定 师父 跟大家 讲经说法的时候 经常告诉大家 要做个 善男子 善女人 都不容易 什么叫善 行善之人 只做善事 不作恶 善良的人 没有嫉妒心 没有 争斗心 没有 自私心 有些学佛人 满腹经纶 口吐莲花 但还不算 利益众生 真正的学佛人 不是单单 红法 还要做个 善男子 善女人 师父曾经 跟大家讲过 菩萨所说的 善男子 善女人 是身口意 都非常干净 没有食恶业的人 愿意 改真错误的人 没有 功高我慢的人 一动念头 就会产生 正性 正念的人 大家看看 行善 都很不容易 因为 一善 结百灾 真正的纯善 哪会行恶呢 真正有正念的人 哪会有邪念呢 善男子 善女人 多多益善 贪嗔吃慢银 越少 越好 撕心杂念 让你痛 想不通 不开悟 让你苦 善男子 善女人 解释的标准 不一样 因为 每个师傅 解释的层次 不一样 就相当于 一个老师说的 一个好学生 和一个社会上 所说的好人 出发点不一样 意念 当然有偏差 所以 佛认为的善男子 一定要 八正道 正行正念 想的是正思维 行的是正行 说的是正语 没有正 什么善 都有可能走偏 没有正 什么智慧 都可能 变成小聪明 没有正 什么会 都有可能 变成协会 想想那些盗贼 或以别人密码锁 哪个没有一些 小聪明 所以 佛法界讲 真正的行善 是一定要在 有正的前提下 无正 不为慈 无正 不为悲 真修的人 才是 有真智慧 真慈悲 任何人 在修心当中 有不纯 有不纯 不痕 都没有可能达到 正慈悲 在这里 阻止恶眼 有成效 好好学习 发正道 真心正念 正心正念 最重要 下定小学习惯 好 不后 有不纯 都没有 我 不要 都没有 都是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